大家好,我是冬棠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日本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创意广告 不敢保证,作为一个男人 看完这则广告一定会贵心一笑 忍不住想转发给朋友 好了,让我们来看一下吧 片头第一个镜头 被讲为大家熟悉的男人厕所 出现一行文字 男人的秘密是如何隐藏起来的 第一个从厕所里走出来的是一位30岁左右的西服阁里的小哥 由于小哥的服装颜色较浅 所以失得非常眨眼 小哥丑容的拿薄薄挡住了四处 对,是吃出 镜头一转,出现了一位时尚的那种年人 这种手前伤害熟悉能 用盘腿放弃的来遮挡 占了16.3 当然,占到比重最多的还是选择测试力 用湿巾擦或者是自动甩杆 分别占到了32.2%和48.4% 趁别人不注意 故意把水洒到两腿之间的缆法 占到了12.8% 在公园里自动晒干也占到了较大的比重 通常在意的精致商务人士 会佩戴备用的衣物来解决当务之急 还有一小部分男士干脆躲了起 占到7.8% 这种也是我经常会用到的方法 洗完手之后 故意在两腿之间擦拭 比这种也算不小吗 据调查显示 30岁以上的男性中 每三个人就会有一个人出现入尿的经历 只要在内部上凶的喷在下 就可以把男人的秘密保护起来 在最后的产品进行中 分枉占了1.7% 好了 拍完这则广告 我相信朋友们会有两种反应 如果是男的会会心一笑 如果是女的 应该是1.5% 女性朋友可以向自己的男朋友 或者老公分享一下这个视频 看看他们的反应 如果喜欢这个频道 记得订阅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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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